艾宝现在看到孩子来讨奶喝 就已经封不住了 这样的哪是孩子啊 简直是奶土的啊 艾宝白眼都翻上天了 看见这货就好了 可就在艾宝吃饭补充能量的时候 熊孩子又出现了 也知道这个时候要求喝奶的现实 那就抢窝窝头吃呗 艾宝狠狠地护住自己的窝窝头 瑞宝小心翼翼地试探 因为他也怕被刺激 这娘们揍熊是真狠 跟没生你一样 枉死捶你啊 此时艾宝左手挖弓准备 但凡瑞宝再动一下 这个熊掌就呼下去了 见机不妙 还是算了吧 可有时候 瑞宝真是馋奶馋的荒食 就不管那么多了 还是硬着头皮上去抢吃的 奶不给喝 吃的总没给 艾宝更是过分 不顾形象地抬起了双脚挡住 艾宝是为了口吃的 也是不顾那一点点命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小艾宝不给口吃的 你也别想好喝 就算给两小只吃饱喝足了呢 他俩又在你眼皮底下打架 不管还是不管 就算艾宝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还是迫不得已劝甲 可还没等劝呢 艾宝就已经天堂了 饱将了 饱送了 你俩再不来 就只能给我收尸了 却逃不掉